诶 如如 你看咱摘的这个大菜都活了 好嘛 在等一段的 嘿 大家好 我是霞姐 今天跟我妹妹来在地里 这几棵奶瓜 看见前两天我们摘的北菜 全部活了 奶瓜也是都适合了 奶瓜也老了 看 这棵可大了 看姐 我的这棵也不小 放进来 测诶 太会 哎呦 太重了 姐 你回咋就自己吃 回给你们整个奶瓜娃娃 厉烈的奶瓜也不多了 放到这么一框子 现在回家 奶瓜再回来了 搞洗了一棵最大的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个 讲超奶瓜娃娃的做法 把洗净的奶瓜皮熟一下 剁得整烧 剁得整烧 是还皮溜的不行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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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盖上锅盖 煞气以后整十五分钟 奶瓜整出来 倒出来 煮好的奶瓜 用菜子压碎 压碎的奶瓜泥里面倒两瓢子杯面 加点酵母粉 这个奶瓜是改天的 水分比较小 少来一点温水 和起来 啊 面揉好了 盖住把面提起 奶瓜面提好了 现在挖出来开始蒸 把面揉成长条 封成大小油油的剂子 把面浮成两份 一份揉圆 把油抹上 另一份盖成片 片盖厚一点 刷上油的剂子给包起来 全部包起来 盖住再让饧上十分钟 好嘞 上锅蒸 盖上锅盖 大火蒸十五分钟 牛肉 很快 要炸 奶瓜泥泥做好了 出锅 好 奶瓜泥泥煮好捏 做得这么大一盘 能开出来 去哪里 米桃好了 给他做 盖裹头去干净 好 咱俩 哎呀 焦花油嘛 小的 咋子还是了吃啊 你把那个碗出来把辣椒这些加好少 嘿嘿嘿嘿 给我写焦一个 姐 你看里面来的这个小嬷嬷 把这加豆子可可的 可为了 你那一颗子可有种急摸摸的把辣椒转完了 哈哈哈哈 转完我给你再倒 辣椒还有的 太多了 我拿出来的 你就快吃 我来点梅干菜的 姐 你这颗子够大 你可不可以把你点转完来吗 我转点这个鞋来 哈哈哈哈 很小的 呵呵 这里边今天就是爪鱼的 呵呵呵 哎呀 抓豆花了嘛 抓这么一颗子 呵呵呵 呵呵呵 妈妈 抓的有点大 嗯 呵呵 这个可大 姐啊 嗯 哥儿子夹来一点 很美 呵呵呵 呵呵呵 咖啡吃了你们都 呵呵呵 地里的奶瓜酸的 今天给我妹妹在地里摘了些奶瓜 后来做了个奶瓜窝窝 做的时候 把奶瓜火酸和面火起 嗯 拌起来 然后一半面搓成圆球 一半盖成饼状 嗯 给圆球上抹点油 用饼状的薄起来 上锅整涩 嗯 这么煮出来的奶瓜窝窝窝 鲜和披萨利的 嗯 为了放上自己喜欢吃的脆了 或者了酱质鲜了 特别的过瘾 喜欢的朋友们也可以四个座一下 这颗子打完给了一点 呵呵呵 呵呵呵 希希 嗯 你这薄薄是铁的 然后烤子姜是烤的 还有炒菜 还配上凉菜 你这是什么味儿 无味儿抽的 还是好吃的 哈哈哈哈哈哈 西哥 嗯 你这个车是有美了 就是感觉不大对 呵呵 车又反了 哈哈 白亚黑话笑了 谁故意说 你们两会儿咋下了就要吃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喜欢的朋友们 有下节保点关注 说明上再点个赞 谢谢大家 朋友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